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三万株草莓都被种在钢架上 四十个种植着草莓的钢架交错生姜 每个钢架长一百米 如同一场特别的表演 让人眼花缭乱 这样的创新种植方式 让农业和休闲结合到一起 每亩一年能给果农 带来五万元的收益 是带动当地乡村振兴的致富国 61岁的李福珍是这个草莓棚的主人 种植草莓已经超过三十年 现在正是吃草莓的好时候 也是草莓的采收季 一千克草莓可以卖到三十元 仅这一个棚 就能给李福珍带来约十万元的收入 然而眼下 李福珍种植的草莓 却遭遇虫害危机 这让他心急如焚 李福珍正拿着放大镜 在草莓叶片上仔细翻看 他所检查的是一种个头虽小 却危害极大的害虫 红蜘蛛 这种睁眼大的害虫 就是红蜘蛛 学名夜满 城满 长约0.5毫米 虽然个头小 但危害却非常大 我们这个草莓 就是最怕的就是红蜘蛛 红蜘蛛它是长在 这个叶子的背面的 它吸收营养的 然后你路眼是看不到的 只能放它进去看 一旦这个红蜘蛛长出来 如果它爆发了 就是两个礼拜 它就是毁灭性的 就是你把它 把你那个叶子的营养都吸收了 你的叶子就缓掉了 草莓也没用了 红蜘蛛会不断地吸食 草莓叶片的枝叶 导致草莓的枝叶 逐渐发黄干枯 蜘蛛早衰 草莓产量大幅减少 更糟糕的是 它们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 和传播性 大约五天就能繁殖一袋 很快就蔓延到整个草莓棚 眼前的草莓叶片背面 已经开始出现红蜘蛛 李福珍需尽快找到处理办法 否则草莓就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以往的果农 如果发现红蜘蛛虫害 通常会喷洒农药进行防治 但这样的防治方式 效果并不理想 因为红蜘蛛生长在叶片背面 农药常常喷洒不到 而且喷药可能会导致草莓 直接接触农药 可能造成农药残留 这该怎么办呢 新级的李福珍向研究草莓种植 超过三十年的蒋桂华寻求帮助 蒋桂华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园艺研究所研究员 常年走访田间地头 帮助果农解决草莓种植难题 他向李福珍推荐了一种 生物防治虫害的办法 这里就有红蜘蛛的危害了 少量的 我们可以放一顶普世马来进行一个防控 因为还有果子 我们一个安全性的 质量安全性 这个也能防止它对一片的伤害 那么能够提高产量 生物防控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厨师 每种生物都有天敌 利用有益生物及其产物 防治有害生物的方法 就是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已经成为农民 防治虫害的首选方法 例如农民在稻田里 养青蛙吃害虫 蒋贵华则推荐使用一种 专门吃红蜘蛛的捕食马 来消灭红蜘蛛 这就是红蜘蛛的天敌 你看得到的这个是麦皮 里面有一种人工繁着的捕食马 它是个鹿食动物 专门吃红蜘蛛的 我们把它撒在这个上面 它就会去找红蜘蛛吃 眼前这个瓶子里装着的 就是防治红蜘蛛的捕食马 它也是一种蜘蛛 专以红蜘蛛为食 只需在每一株草莓的叶片上 撒上带有捕食马的麦皮 捕食马自己就会爬到叶片的背面 寻找猎物将其消灭 那么这些肉眼几乎看不见的捕食马 究竟有何神通能消灭红蜘蛛呢 通过显微镜观察 捕食马比红蜘蛛体型稍大 捕食能力强 以红蜘蛛成虫幼虫 及虫卵为食 一只捕食马一天能消灭 六只红蜘蛛成虫 这个就用捕食马来吃这个红蜘蛛 这个捕食马它爬得快一点 要是那个红蜘蛛它不爬的 当虫害发生时 每株草莓约投放18只捕食马 就能达到防治红蜘蛛的良好效果 每亩种植6000株草莓的大棚 需要投放超过10万只捕食马 在草莓的整个生产周期 每45天投放一次捕食马 就能完全防止红蜘蛛虫害的发生 两个月后 李福真家的草莓迎来了大丰收 一早上就能采摘上千斤草莓 这些白的粉的红的草莓 正在分茧打包 即将发往全国各地 酸甜可口的水果深受消费者青睐 也给果农带来不菲的收入 湖南衡阳花桥镇的菊园里 青涩的果实挂满枝头 丰收在旺 四十六岁的圆岩花 是这片果园的主人 五年前种下的砂糖曲果树 在他的悉心达理下 长势喜人 今天 圆岩花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农校园艺专业毕业的他 正在昨末给果树 配置有机肥 眼前这些就是配置有机肥的原料 蘑菇渣 草木灰 鸡粪 都是就地取材 不仅含有丰富的有机质 也有大量的氮磷钾元素 能给果实生长 提供充足的养分 同时 圆岩花配置有机肥 还有独特的秘密武器 这个你看像一朵花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本地比较常见的 叫油茶籽的外壳 它的特点呢 就是有机质比较多 那个粗纤维含量比较多 把这个添加到有机肥的制作过程中呢 那么它会让我们的土壤很蓬松 便于我们作物的根系的生长 将茶籽壳 鸡粪 草木灰等 按一定比例混合后 附膜发酵两个月后 有机肥就做好了 接下来便是给果园施肥 500亩果园的施肥工作并不简单 通常需要10人以上 连续工作一个月才能完成 费时费力 有什么办法能提升施肥效率呢 今天的果园特别热闹 袁延华找来一台大家伙 给果园施肥 我们是现在开钩十有机回了 你看挖机都已经动起来了 这个挖机一天可以开钩的话 做这个作业的话 可以干三十多亩地 相当于我的人工 三十多个人工了 现在这个钩一开 我有机会一弄 我的果树就攒起来了 有了挖掘机的助力 开钩的效率得到极大的提升 半米深的钩槽 每棵树释放50千克左右的有机肥 这样的施肥量 可以持续给果树 提供半年左右的营养 在机器设备的助力下 圆延华用了一周的时间 完成了果园施肥工作 施肥后 圆延华每天都会寻查果园 盼望着果实快点长大 然而一个月后 他发现果实并没有长大 更糟糕的是 有些果树果实变得干黄 眼看要死了 试了有机肥的果树 长势并没有建好 反而日渐枯萎 这是怎么回事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这个树怎么越长越差了 好像要枯萎的样 丰收在旺的果树 眼看要死了 交集的圆延华将农业科研人员 李先信请来 给果树看病 61岁的李先信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园艺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柑橘类水果的种植生产 已经超过30年 我这一片全部都是 用有机肥种植的 因为我听说有机肥 对种植对果树特别的好 但是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这个树怎么越长越差了 有机肥死了这么多 它怎么这个树就死了呢 李先信仔细查看了 果树和果实 询问施肥的情况 很快便发现问题所在 有机肥的话 如果一吃食的量太大了的话 它也会造成烧根 果树果实干黄 果实个头偏小 这是果树果实营养过剩的表现 问题出在施肥上 原来眼下正值秋季 天气干燥 雨水稀少 释放了过多的有机肥 果树根系吸收的养分 浓度过高 出现了肥害 俗称烧根 导致果树果实变得枯黄 甚至 违年干死 有机肥的 主要一般是用在这个 秋季这个果实采完之后 作为机肥 使得突然里面去 它是一个缓消性的 它是以有机质为局 它那种营养元素 含量的相对比较少 比较幻小的生长期间 主要还是可能够耗肥 李先信还给砂糖菊树 开出了合理施肥的良方 在春季 果树处于长枝 长芯叶的关键时期 去释放高氮型复合肥 在夏秋季 果树的枝叶 基本停止生长 施肥的作用 主要是促进果实膨大 此时需要选择 高甲 且钙芯等微量元素 均衡的复合肥 然而 500亩的果源 浇水施肥 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且不同的季节 还需要施不同的肥料 是否也有创新装备 实现高效精准施肥呢 受到全球极端干旱天气的影响 今年多国的葡萄采收 受到了影响 依次偶然的机会 一种低贯施肥技术 进入原研化的视野 这里是国外沙漠干旱地区 种植的葡萄 科研人员正式通过管道 将水肥溶液精准释放 让沙漠变绿洲 成为可能 很快 原研化便在自家的果园 开始安装 低贯施肥管道 一个月后 低贯水肥系统 安装完成 原研化在果园旁的池子里 调配好水肥溶液 通过管道 传送至黑色喷带 喷带上装有低头 水肥溶液正是这样 一滴滴地渗入泥土 这就是我们的低贯系统 正在给我们的果树撕毁 我们现在设计的是一个果树 两个低头 每小时四升的 也就是每小时八斤的 这个流量的选择低头 一滴一滴的水滴 它可以慢慢地慢慢地 渗透到我们的根系的局部 这样的话 这个肥料的利用率就会很高 有了低贯水肥一体化系统 500亩果园的浇水施肥 实现了定时定量 果农的负担也大大减轻 原研化心里的石头 总算落了地 枝头的砂糖菊果实 一天天长大成熟转黄 终于迎来果园采摘的好日子 每亩能采摘约6000斤砂糖菊 价格更是超过了原研化的预期 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果园里 砂糖菊丰收 也引发了原研化 关于果园未来发展的思考 果园的种植管理 如何才能更加高产高效呢 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原研化正在构思果园 未来的发展规划 果园这块 因为以后劳动力肯定会紧缺 因为能够老龄化 肯定是个必然的趋势 提供不了这么多的劳动力 怎么办 所以果园的少人化 也是为了一种精英的思路 想问这个果园 还是要往如何机械化 智能化 智慧化方面去发展 比如说我住在家里 我就知道我的土壤的酸碱度 我就知道我的果园的病从害 我认为这也是一个 科技创新 助丰收 数据显示 中国农民种出了全世界 约30%的柑橘 50%的苹果 60%的西瓜 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水果生产国 未来 田间地头还将上演更多 科技创丰收的故事